国民党主席选举昨天投票 马英九以91.85%的得票率 顺利连任党主席 而根据了解 马英九连任之后 将立即着手修改党章 改为总统兼任党主席 马英九连任党主席 新任期到2017年 党内中生代昨天提出了换轨制 包括总统兼任党魁等诉求 对此马英九将以实际行动来回应 着手修改党章 他说重点是在建立一个党内制度 符合党的利益 并没有自肥的问题 因此2016年 如果国民党继续执政的话 520新总统就职当天 他就会卸下党主席身份 完全交棒